把他抓起来 是 是 别打我 别打我 走 你上去 你上去 听说大爷下狱了 老爷也让人给圈禁了 你说的这个话 当真吗 哪有假呢 那还了得了 大爷要是没了 这老爷又丢官罢绝的 那孙夫岂不是完了 那这个怎么办呀 这孙夫要是一半 咱们这些人 可怎么办 人家 来人了 都 都老得干啥 赶快回去 跟我走 姑娘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可不能白白 被他们加烈来 跟着他们一起倒霉 宋玲 等一下咱们还有多少银子 自从三奶奶放了手 咱们也算赚了个盆满不满 但都不是现银子呀 都是不懂手势等 少说 手势外有五千两 五千两 那就想个罚子尽快折线 没门路呀 怎么折线呀 如今是树岛护村三 你就盯进府里的人 总有人安排不住 蒋多深呢 是 宋长官 来 这是我所有的手势 您看看 咱们可收好的 别别呀 您做放心吧 丑总 夫人 你收好 宋长官 我们家姑娘有情 好 姑娘 快快 怎么样了 可有人跟随你 姑娘放心吧 已经车撑银票了 而且孙府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没人有这心思 我来灌注咱们 行 船来了 我们快走 好 关架 我们走 从上一 围起来 没有糖药 你这儿准备去哪儿啊 老爷太太 我是要去龙恩寺 给咱们大爷祈福 都在这份上了 你还要散发 出来吧 你还要散发 我 我 你还要散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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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能拿我怎么样 你偷窃孙府财物 还想全身而退不成 你装得再好 终究也逃不过一个摊子 我就知道 钱只要过你的手 你是没有理由不拿的 所以你是故意装面 把管家的差事让开吗 当然 老爷太太 我知道我不该在孙家 为难的时刻 捡款司套 但是我也没有烦子呀 哪有人在为难时刻 他不久自保着 而且 而且我是有样学样 那美娘 我是照着她的手段行事的 如果说我有罪的话 那美娘岂不是和我统罪呢 不 你娘没有罪 罚而有功 怎么可能 这桃窑可真厉害 短短数人 经搜刮了这么多财物 那该怎么办啊 揭穿她吗 线下揭穿她 她有的是法子远华 或是说替府里保管 或是说我财买便于交易 老爷太太也不会把她怎么样 我们下府里人心惶惶 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用不了多久 她定是要套现离开的 至于什么门笼 有没有门笼 咱们可以替她想想着 不过这寻常人等她定是信不过 势必得找个有头有脸的 她才肯放心个人的角色 喂 阿姨 四奶奶 阿姨 我求您一件事 什么事 宋掌柜可都在这儿呢 好嘞 我看看 好 好 四奶奶 我拿到了 多谢宋亮官 没想到你果真上钩了 林少臣 你真是厉害 可是老爷太太 我毕竟是给孙家怀个孩子的人 你们这么狠心地对我 要是传出去的话 那恐怕对孙家的迷生也不好吧 外头怀的野种 就别强栽在大爷头上了吧 李少臣 你谁搞扮人 你若是不提孩子 还能给自己留几分脸面 你若是提孩子 那咱们就来好好论论 孩子虽然在你肚子里 怀胎的时候却对不上 我找见了当初为你请卖的郎中 你的孩子 非迷失在和大爷分开 一个月之后才怀胜 因为你害怕生下和路出破绽 这才匆忙 失际令自己滑台 妄图构陷大奶奶 你说得没错吧 果真是百名一书啊 如果我当初除了那个郎中 你林少春也拿不住我的把柄 你的心真的好狠啊 为了钱财什么都可以利用 若是这次大爷没有遭难 只怕没法让你先演戏 不过 你聪明一世 怎么没想到 大爷主持贵太妃丧仪 是我们有心让与他的 好啊 林少春 你为了揭穿我 你连你大哥哥的性命 你都不顾了 那你这样的话 你在说服你待着下去呢 老爷 太太 我敢打这个结 便能解这个扣 不劳你操心 好啊 林少春啊 你真的是半点火炉都不给人留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逃了我也不是这次的 但是孙副现在没有钱 只会你放了我 我把这里的银子还给你们一半 如果你们执意要加我赶自己杀血的话 这里的钱我把它撕了 我把它扔到水里面 我们大家都不要好过 说你糊涂你可是真糊涂呀 我既然要防止你 又岂会留一个早在你手里 自己看看吧 我把他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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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李少春 走 李少春 走 李少春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走 走